各位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席特勒视角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网上流传的 吴亦凡 共出了47个影星 用以自保这样一个新闻 那么我想 这样的一个标题 是很多的标题党 以及自媒体人 为了吸引眼球 他们所做的一种操作 他们这样的操作 本身的目的 其实很简单 就是为了要流量 而对于事件的本身 是不是真实 已经不去考证了 那么我想在这里 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各位友友 那么吴亦凡 他现在 是否已经供出了47个所谓的明星 这样的一个新闻 是彻头彻尾的假新闻 为什么这么讲 这是因为 在中国 在中国 它的整个的办案过程 和在西方 它有很大的不同 那么西方的办案 它是需要高度的透明 只要有记者的询问 只要是不涉及到核心的国家的机密 那么 无论是办案的警察 还是检控官 还是法官 他们都有义务披露案情的进程 除非是涉及到非常核心的机密 有可能这个信息的披露 会影响到办案的正常的开展 否则的话 他们是向媒体公开透明的 而中国的办案的 它的流程和西方大相径庭 首先第一个问题 就是限制一个犯罪嫌疑人的自由 这么一件事情 在西方 它是要由法官来判定 要不要收押 要不要禁止会见 在台湾讲叫禁见 要不要可以让他保释 在这个期间 这都是由法官来裁定的 那么由办案人员 检控官提供相应的证据 法官来裁定 他是不是可以被限制自由 是不是可以保释 这是整个西方国家 对人权的基本的尊重 因为办案人员 他本身你想 他抓你这个人 他一定是希望把你绳之以法的 他怎么能决定 你是不是要被剥夺人身自由呢 但是在中国相反 就是不用经过检察院 不用经过法院 那么公安人员就有权力 积压你 差不多37天 这是最长的 在刑诉法里面 那么接下来 再会涉及到 所谓的批捕 由检察院决定 起诉由检察院决定 那么最终的判决 是由法官决定 它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实际法官是非常靠后边的 换句话说 检察院和公安 就可以剥夺一个人的自由 可能长达几年 甚至于十几年的时间 可能如果案情复杂的话 如果一直没开庭 这样的例子是比比皆是的 这也是中国随意的抓捕 拘捕任何的一个公民 公民没有安全感的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么再说到吴亦凡 这个案子 在侦查阶段 那么他被立案 然后刑事拘留 这个阶段 吴亦凡本身 他和警察之间 所发生的一系列的 这样的事情 都是高度的保密的 他们包括吴亦凡的律师 都不会了解到 所有的案件的 所有的这样的内容 他只能看到 警察让他看到的一部分内容 而不是所有的案件的全部 这就是中国司法的现状 所以吴亦凡是不是说 通过供数47个人 来获得自保 这件事情 百分之百的 是子虚无有 我想说的是 他可能供出了四个 或者400个明星 这都有可能 也许一个都没有共 也都有可能 但是无论怎么样 除了办案人员了解信息之外 除了起诉科的检查官 了解情况之外 外界是不可能获得任何的信息的 这是中国现在目前 所有的公安侦查的流程当中 这是非常非常清晰的 也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这样的纪律的规定 是不可以做这样的 一种所谓的信息的披露的 如果他披露出来 供出了多少多少的明星 这样的消息 一旦走漏出来的话 那么这个办案人员 可能就面临着严重的 独职的指控 你说扒掉衣服 撤掉停职 都是清的 搞不好就真的不会被起诉 所以这样的风险 尤其吴玉凡 现在在风口浪尖上 没有任何一个警察 会把所有的办案的细节 会告诉给其他的人 甚至于连他们的家人 他都会三间其口 这是中安 公安内部的一个铁的纪律 尤其现在整个的 在政法系统 正在进行所谓的 内部的清洗整改 每个人都人人自危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是非常小心谨慎的 包括有的网络上提出来 有些大V提出来 说吴亚凡已经由朝阳看守所 转至了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因为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是积压 所谓的外籍犯人的地方的 积压点 那么就此我也可以非常负责地讲 那么吴亦凡并没有一间 他还在朝阳看守所 这个信息是我非常准确地 通过国内的 就是相关的工作人员 获得的信息 当然不是直接传递给我的 虽然我跟他们的一些领导 都非常的熟悉 那么经常在一起 在国内的时候 还可以一起来出来吃饭打球 但是我从来不会涉及到 这方面问题的去了解打听 因为他过度的敏感 什么是可以做朋友的 一个很重要的方式方法 就是你不要让别人为难 假如说我开口 问了一个肯定知道他去向的人 说你知不知道 吴亦凡现在在关在哪 是关在你那里 还是关在什么地方 或者怎么样 如果我问出这样的问题来 他是不会跟我长举的做朋友的 因为你会设他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 他涉及到违反纪律 但是如果他和别的自己的非常近的人 可能够 比如说我的朋友问到 这个真正的专门负责吴亦凡这个案件的 可能这个假如说他就是个看守吧 就是一个预警 还问到他了 说你就点个头或者摇个头就行 他在不在你那 假如喝了酒了 对方点个头 他也没算危机 那么我们就知道 他还在那里 或者没 仅此而已 其他的东西就不会再去讲了 那些所谓的 现在吴亦凡所面临的 这个什么 他现在家里正在通过成龙 在找关系 想疏通 还是怎么样的一些 所有的这些传闻 都只是大家的一种 逻辑上合理的推理 实际上都不是真实的一个状况 因为他的案子 以现在来看的话 应该没有任何的缓辖的余地 没有任何可以所谓的操作的空间 因为这是中共要办你 中共如果想办你的话 是没有任何一个个体敢和这个体制进行对抗 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 所有的人都唯恐避之而不及 谁也不会主动的来送死 假如这个时候你去打听案情 你去了解案情的进展 甚至于脱请去做说课的话 机会非常的小 虽然这个吴亦凡所涉及的前进案 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 那么他已经进入了这个起诉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正在准备 朝阳检察院正在准备对他进行起诉 但是 我说但是 并没有像外界想象的 他一定会被判十年以上 被判无期甚至有死刑的可能性 这些全都是揣测 因为本身 吴亦凡 他的犯罪行为 虽然非常的恶劣 但是首先他是加拿大籍 如果你把一个加拿大籍的人判了死刑 那这件事情 简直就完全的不可理喻的 虽然习近平已经完全不可理喻 已经疯了 但是 在这个问题上 这个可能性 几乎可以否定到 否定掉 那么至于他真的最终会判多长时间 在我个人的估计 我认为 可能我还倾向于最初的判断 就是在 七年左右 应该不会太久 应该不会太长 这种判断 也是基于我对整个中国司法体系的这样的一个了解跟理解 这只是一家之言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内部消息 或者什么样的一些渠道了解 只是个人的一个预判 这也不是算命 只是一种推测而已 在过往对一些所谓的大咖 所谓的一些惊爆的一些新闻当中 爆料出来的一些新闻人物 涉及刑事犯罪的问题的时候 我基本的判断 应该还是大差不差的 并没有非常的离谱 所以我个人判断 吴亦凡被最终判定刑期强奸罪成立 那么七年左右 我觉得可能是一个相对比较保守的 合理的这样的一个刑期 假如说可能未来还有我们不掌握的信息 随着可能我们通过看起诉书 如果被公布出来 那么这些起诉书可能相对来说 它是比较公开的 如果可能看到的话 当然有可能因为这个案子 百分之百的不会出现那种 所谓的有媒体可以到开庭的时候 去参加的这样的情况 一定是闭门审理 因为这里涉及的强奸案 所以它不会公开的审理 一定是闭门审理这个案件 所以可能前面的这个过程 获得信息的可能性会更低 所有的在中国涉及强奸案 涉及隐私 涉及国家机密的 它都会闭门审理 这也是为了尊重和保护 受害人的一种做法 尽管都美竹把整个的事情已经暴露无遗 但是还会涉及到其他的受害人 还会涉及到可能中间庭审当中 可能会涉及到相关的这些细节的了解 控辩双方都会揪住一些细节 进行这样的一个去控辩 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下 也不太会公开审理 所以吴亦凡的结局 只有等到了法院判决的时候 才能够知道 那么他究竟要判多久 判几年 可能我原来就说过 这不是法官说了算的 因为他的背后 还有很大的政治考虑 我一直讲 这件事情无论怎么样 都可以和孟晚舟的引渡案进行牵扯 因为我说了 这是一个重要的筹码 尽管微反他是一个黄香蕉 但是他必须承认的是 他是加拿大的公民 合法的公民 那么他本身配判多久 如果是和吴亦凡的事情 结合起来的话 和孟晚舟的事情 结合起来的话 我们就要看 最终在10月21日 哈姆斯这个法官 对孟晚舟引渡案的 最终的判决 那么我也可能 做一个大胆的推测 也不一定对 尽管现在包括一些彭博爆出来 那么引渡的概率99% 因为在历史上加美的关系太好了 那么我在加拿大我非常的清楚 如果说美国提出引渡 这种被拒绝的案子少之又少 但是我自己有一种强烈的预感 我真的预感 在孟晚舟的引渡案上 很大的一种可能性 是会可能放他一马 可能会放他一马 当然放他一马的原因 一定不是源于说 基于到中共给的所谓的政治压力 还是说这个有通过环球网 征集了多少万 几千万人的签名 通过中国驻加拿大使馆的领事 所谓的最近的发言 包括他们的给加拿大政府施加的压力 包括各样的税客 这些都不是原因 因为对司法 加拿大政府是没有任何的影响力的 法官放孟晚舟一马 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很大的可能性 认为在整个的这个引渡案当中 其实并没有哪一方是真正的受害人 包括汇丰银行 包括美国政府 实际上这件案子确实的确 严格意义上来讲 确实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 确实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必要 去做这样的一个引渡案 所以我个人倾向的判断 有可能 有可能 我认为至少有50%的可能性 真的是 海默斯法官可能会判孟晚舟不用被引渡 他们的这种判词写的都会非常的精彩 未来呢 大家也可以看到 他们在判词的时候 他不是觊觎到一种所谓的中国 像中国的大陆法系那种啊 根据刑法第几条第几条 触犯了哪个刑律 一词来判定多少年多少年 就像大家看到的这个赖长兴的引渡案 他的法官最终判决赖长兴被遣返的那样的一个判词 写的就非常的精彩 还引用了一个故事 所以我相信海默斯法官在最终的引渡案的判决当中 他可能会做出 针对这个事件并没有人受到伤害 没有证据 直接的证据 可以表明 孟晚舟存在什么 特别的故意 所以可能会放他一马 至于到底是最后的结果怎么样 当然咱们还要等到10月21号以后才能知道 我个人倾向于孟晚舟肯定她是做了她不该做的事情 像汇丰银行 撒谎隐瞒 但是她不认为那是犯罪 那只是在中国官场正常的一种操作 但是在美国法律看来 这种撒谎就形成了严重的犯罪 但是呢 由于这件事情可能并没有非常严重的后果 所以有点小题大做的这种味道 那么我自己个人倾向 如果孟晚舟在10月21号的这个判决中 被判引渡不成立 那么吴亦凡的刑期就应该在7年左右 不会再高了 她的事情可能也就告一段落了 如果相反孟晚舟被判引渡 那么可能吴亦凡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牺牲品 她的刑期可能因此会往上提 那不是法官决定的 还是由习近平他们来拍板决定的 因为这是要对加拿大进行报复 就像把加拿大的原先那个判了15年的加拿大人 所谓的贩毒的人 把他在上诉的时候改判死刑一样 这是一种再明显不过的信号的传递 就是我不爽我不开心 我要报复 就这么简单 其实人与人之间是如此 国家与国家之间也一样 好了今天和各位友友就分享这么多 欢迎大家订阅转发点赞 谢谢